年关赃进位在云林县临内乡胡本村的一座土地公庙 18号凌晨遭到萧小入侵 看到这一位头戴安全帽的男子直接走进庙内 他用拔钉器撬开钱柜 除了一元的零钱之外全部都被他拿走 损失至少达到了两三万元 当地民众相当生气 他们认为竟然连神明的钱也敢偷 希望当地警方快点抓到人 头戴安全帽的男子大半夜直接开门走进庙里 他手里还拿着拔钉器 看准香油钱柜用力要敲开 一次两次男子敲了老半天 发出巨大声响都没有成功 但都来了不能空手 男子继续用力敲开钱柜 而且他还蹲下来挑过 除了一元零钱之外全部都拿走 庙帮损失至少两三万 整个都给你拖了他吗 尿方后来才发现香油钱柜被敲开 里头只剩下同板 气得把监视器画面PO网 网友也留言骂会有报应 太夸张了年轻人也 事发在18号晚上 林内乡湖本村一间福德工 警方目前已经锁定嫌犯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连妙的香油钱都偷 一定要快点抓到人 记者蔡佩明云林报道